7月16日,刚刚在上海电影节斩获传媒大奖、最佳影片、最佳男主角等奖项的报效喜剧片《青春派》在京举办了新闻发布会,并宣布该起于8月2日全国上映。 当天,导演刘杰、谢亲海露、董子健等众演员七集亮相。此次,亲海露在剧中饰演一位令学生闻风丧胆的麻辣班主任。 不仅要教学生学习,还要解决学生青春期的那些事,这对于没有经历过高中生活的她,可谓是难度不小。 不过,这些对于勤奋好学的秦老师来说并不是问题。 书中自有言如语,书中自有黄金屋。 这次书中看来的都没有信。 对,知音啊,读者啊,可以多看点。 知音,你懂的啊。 尽管在书中学到了不少关于青春期的事情,可亲海露对于青春期谈谈浪漫恋爱并不喜欢。 当天在记者强烈要求假象青春期被人追的场景时,青海露称会将追求者鲜花扔掉。 我只是知道说有人送了我99朵花,我直接从窗台扔下去了。 反正可能浪漫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诱惑。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